前几天被朋友安利了一部影片,名字很劝退,叫做《青木瓜之味》,但是内容还可以。 开篇是一个青涩的小姑娘阿梅,随着她敲开门踏入院子,故事正式开始。 此时恰到好处地想起背景音乐,仿佛预示着新的篇章。 院落里住着三代人,过着井然有序的生活。 老太太日复一日地在楼上为早逝的丈夫和孙女祈祷。 男主人与世隔绝地活在自己的音乐世界里,女主人只能挑起操持一切的大梁。 三个儿子有各自的生活喜好,也有着生而为人的烦恼。 影片的节奏很慢,但是看着看着就看完了。 对白很少,几乎用音乐和演绎撑起了一部片子, 在看似平静的环境中推进每个人的内心冲突, 又适时地用音乐去消解他们之间的矛盾。 守着过去的老太太,如影随形的阿双伯伯, 默默守护的女主人,爱意深藏的阿梅,跟随内心的阿全。 片中的人物以各自的方式坚守着内心认准的爱,并且甘之如頤。 哪怕心怀所爱,影片里人物的目光也都是纯净的。 所有人的爱都非常甜淡,没有任何活花似箭的感觉。 唯一有些情绪波动的,大概是男主未婚妻被退婚的那场戏。 在父母的安排下,成了别人的未婚妻,又被半路出现的人抢走了未婚夫。 其实,她很无辜,但爱情有时经不起对错的深究。 她伤心欲绝时离开,音乐和雨都成了背景,凄美不过如此。 女主人从媳妇熬成婆,让人感叹命运如此相似。 阿梅修成正果,又让人压抑命运的巧妙。 当男女主开启同一屋檐下的日子, 田园市的住宅里既有温柔诗意的浪漫,又有热气腾腾的烟火, 是不自觉的相互吸引,也是男子今的相邪并进。 在温馨静谧的阳光包围下,青木瓜瓜熟地落,有情人喜结连理。 提前祝大家情人节快乐,都能获得属于自己的幸福,收获成熟的爱情。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,我是Ava,关注我,为您分享书籍和影片。